那幾條很多的 也是他們過去提出來的 就他現在說他不認 還說什麼這些是反民主 反擴權反什麼的 我到底不知道 這反 只要是反民進黨的 都是反 卓院長給我的感覺 他有一點點想要 復刻蘇貞昌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他有一點 那種要復刻 一開始不是說他要學陳建仁嗎 沒有 我覺得他已經在 復刻蘇貞昌了 還是有一點點那種 壓霸的態度 沒有到蘇貞昌那麼嚴重 但我覺得就還是 他可能還在學習啦 我最近一直覺得 這個社會現在變得有點鬧轟轟 我不知道韋傑跟你怎麼看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在節目上講過 我覺得自從國會改革 就是朝野鬧得非常的不愉快 從立法院開始打架開始 然後再接著到青鳥行動 大家就是被烙人上街嘛 然後上街 就整個社會有點鬧轟轟 我覺得包含在昨天 那個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 出來之後 其實也發現到賴總統 然後包含卓內閣 其實他們的滿意度 都是在往下掉 就我覺得大家都有感受到這種 你怎麼才上任 然後社會就鬧轟轟是有事嗎 我覺得他那個氛圍會傳染 就我覺得他會傳到很多的一些地方 然後大家就會有點那種 毛毛躁躁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第一個賴清德的政府 現在是少數的政府 那他自己不管是他 或是過去蔡英文政府 都一直強調要謙卑 但問題大家沒看到 從來沒看過他們的謙卑 只看到他們的滿幹 那我覺得第一個他是一個少數的一個總統 大家對他的一個期待本來就比較低了 第二個他的一個這個就任的文告 又是這樣的讓兩邊 兩岸之間的這樣的一個氣氛 陷入了更加的一個緊繃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剛剛提到了 這個大陸的這個後備軍人的快艇 可以開到淡水河 河裡嗎 河的那個鍍船頭 潛艦都可以浮起來 對 然後潛艦又浮起來 你說在這種內外交迫的一個狀態之下 你說當然滿意度會不高啊 而且你看就是 你又在這個不管是青鳥行動 真的是公民團體自己出來的 還是說 但是我說真的大家都很清楚 會出來這些公民團體 就是有帶有某些的意識形態存在 你真正的公民團體 還會就會在電視器前面 或是說在找這些資料 大家去看 做一個自由主觀的一個判斷 這才是所謂的 那你說你當家你執政 你還鼓勵大家上街頭 說真的 對 你就說你這個內外交迫 第一個你就已經是少數總統了 然後你又內外交迫 然後呢 那在立法院又每天站成這個樣子 然後每天都是這些很負面的新聞 然後剛剛保證就講 感覺好像現在大家都活得很厭世啊 然後只是有時候告訴我們說 你看看這個台股又創新高啊 台積電又破多少啊 對 你們買了沒 所以正常問題是買的一般的菜籃族 有賺到錢嗎 不知道 我只是感覺那個外食族的 那個吃蛋的那個蛋價還沒下來 對 就很多我們這些外食族 年輕人或是一般上班族 他所有的壓力痛苦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幫他解決 看起來是沒有的 那每天就是在整個國會的殿堂上 就是兩個政黨一直在對立 然後這對立越來越深 所以我就剛剛提到 包含連這個讓座也是一種對立啊 那你說這樣的對立一直持續的升高 整個社會的氛圍哪會好呢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政治圈就是它是 有時候算是一個示範的作用 對吧 因為它畢竟是人民選出來的 民意代表也好或是這個政府等等 因為政府官員也是可能總統 他們這邊來做指派等等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 人民已經可能相信你了 所以給你這個權力 賦予你這個權力 對 然後讓你來治理這些事情 那變成說有這種示範作用的時候 你還做了不好的示範 就是我覺得它那個影響性非常高 而且包含喔 從今天開始到這個21號 就到禮拜五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這個國會改革複議案 在立院做審查 那這兩天他們做審查 那所以包含卓院長 他也會做一些說明 然後被這個立法委員來做質詢 那到21號的時候 禮拜五好不好見真章 就要來投票表決了 但問題來了 我們等一下稍微看幾個片段 然後再請韋傑哥來做一個評論 我覺得卓院長給我的感覺 他有一點點想要復刻蘇貞昌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他有點那種要復刻 一開始不是說他學陳建仁嗎 喔沒有我覺得他已經在復刻蘇貞昌 對他就是復刻蘇貞昌 我覺得他有 我們先來看這個 他跟復昆奇總召的一個對話 是 這是國會 我覺得你的水平是地方一位議員 你可以這樣做 他在歧視地方一位議員 真糟糕 我被歧視了 被歧視了 你不是地方一位議員 而且跟大家說 就是卓院長他有幾個 我後來看了幾個 我覺得他最近一直 也不是最近 就是他開始就一直很喜歡插話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張綺凱委員的 張綺凱委員是 有稍微教育了一下左院長 三名拍寫 三名拍寫 如果蔡總統要是跳票的總統 他零掉他會繼續掉 反權會改革 反民主 反權部 蔡英文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105年 提了很多國會改革的方案 你們有做嗎 你們有做嗎 你們是太上行政院 你是耳化對不對 誰是太上行政院 誰是太上行政院 三道士 沒有我們純須在管 你先回答喔 他就是忍不住就很想插話 這個還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他跟這個 洪夢凱委員的 都可以擊敗的 有十二條實質修正是通過民進黨團的版本 而裡面有四條是三個黨團共同修正動議的版本 真正獨立 只有國民黨團的版本通過的只有一條 這怎麼沒有尊重少數呢 審議的過程裡面 立法院立法委員針對我們的職權提出來 結果你行政院反駁的時候 完全沒有去看 沒有去了解 你是用民粹師的方式來去跟民進黨團做造謠的口號 這樣子真的無助於意識的公眾 我第一次看到行政院長那麼孤立 然後沒有官員要上來救駕 因為你的問題不是官員能夠理應 回答的 哈哈哈哈 即日是那官員是上了蔡英文政府時代的官員 但是至少我們現在把握部長 我們現在相關部會首長也都應該了解啊 後來你怎麼會提出故意案呢 耶 哇 我覺得昨院長已經開始有點 這個優倫刺了 有點被問到優倫刺 其實就是他會一直很想要趕快去反駁立委所提出來的 像包含剛才你看到他跟副總召的對話 看歧視地方意 合理嗎 對 就真的不大合理啦 我說真的就是說不管當時 大家還對卓榮泰有點期待 想說他在當黨主席的時候 這個調和鼎耐的功力特別好啊 應該是人員不錯 而且或許是沒那麼激進的 結果看到這樣的一個在國會殿堂的質詢的方式 就是說真的也是這樣的一種跳針式的 今天就有立委就問他說 照理講你應該是要調和鼎耐的角色 但你怎麼會看起來好像就是來為反而反 然後想要去 好像逐了一道防火牆 就是不要讓任何的立委有機可蹭的那種感覺 他就是抱持著一種 有種防備心的態度在備詢的 而且我記得當時在競選的過程當中 我記得蕭美琴還特別講到說 要真正的花時間去聆聽 不同聲音人的這些心聲 結果他的聆聽方式是這樣子 我說真的喔 就是說大家看在 這個很多的民眾看在眼裡 不管是理性的選民也好 或者說各個政黨的選民也好 我會發現說整個民進黨 現在就是整個倒行逆施 然後呢就是一樣 即便是少數政府 還是做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說真的確實在很多的 我們不管是從理論來講 實務來講 我說真的 真的沒有人這樣子在當家鬧事的 你說這樣子對整個臺灣的社會 會有比較好嗎 沒有 只是造成對立的加深 而且你說一樣福國利民的政策 有辦法持續去推動嗎 沒有 因為大家每個政黨 沒有任何的默契嘛 對不對 你說難聽你說 譬如說像他每天一天在罵 罵說這個民眾黨是 就是我們的附水組織 這幹嘛呢 對不對 每個政黨每個政黨的路線嘛 對不對 每個人都自己看 會看他的這個條文內容 該不該合作 是不是福國利民才是優先的嘛 而不是像他們這樣子 就像剛剛洪孟凱立委提到的 那幾條很多的也是他們過去提出來的 就他現在說他不認 還說什麼這些是反民主 反擴權反什麼的 我到底不知道這反 只要是反民進黨的都是反 對 只要沒有按照民進黨 所要的那個完整的版本 對 就是反 這就是反 我們也按照他過去的版本也是反 那他就告訴你 因為這個時空環境不一樣啦 那是過去的民進黨 現在民進黨是這個樣子 現在民進黨也會有演進跟演化 對不對 我倒是覺得他們的演技 有持續在進化 你是說左龍泰嗎 而且我覺得啊 他給我的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他有點皮笑肉不笑 就是他在聽委員講話的時候 他就呈現一種 那有種你知道 就是好像也不是很認同立委的講話 然後就有一種 好像我隨時隨地都在整那個立委 講出什麼話 我可以去反擊他 對 他就在等那個timing 沒錯 那我覺得 真的不是啊 你院長照理講 你不是這樣子的角色欸 所以我就說 他未來的政策推動 除非整個國會的一個 這個席次有做了一個更動 要不然我覺得他未來這三年 將近四年的時間 任何政治的推動是很困難的 因為根本毫無互信可言嘛 對不對 人家不管是過去 我們在少數的時候 他們提出來的這些 很多我們也是反對啊 他強行通過之後 我們有說什麼嗎 我們有這樣子在那邊鬧嗎 沒有嘛 他們自己當家 然後少數還鬧事 這是莫名其妙 這邊有網友滴滴說 這次賴政府好像沒有強調謙卑 他也只聽到轉手為攻 這倒是喔 我覺得他們黨內 應該是有下達這個指令 其實包含像之前 麥清德總統他在這個 因為他有時候切換 黨主席的身份 然後他在他們自己的 這個應該是中職會的場合 然後反正就有 跟所有的立委講說 表決可以輸 但論述一定要贏 對啊 論述就包含造謠在裡面 這根本就亂講話了一堆 而且這看起來就在切割蔡英文 還在清算蔡英文 我們看今天其實這個卓榮他 他剛剛跟那個 傅君奇總召在對話的時候 還說我藐視國會了嗎 因為那個副總召很生氣 然後就排除 我說我藐視國會嗎 我還反酸耶 對就是說我覺得 這樣的一些話語 對於一個國家最高行政首長 說真的這種話語的 這跟國會議員的對話 真的是非常沒有必要 第一個對於朝野的和諧跟進展 是沒有幫助的 只是加深大家彼此的不愉快 所以你看副總召拍桌子 因為我問你什麼 你就說你要這個 這就是有時候講說 你就是故意在挑釁嘛 對那我覺得不好 因為第一個 如果是你多數 你要挑釁也就算了 對不對 你少數還在挑釁 那就莫名其妙了 他多數不用挑釁 他多數就碾壓就好了 對 他多數真的就碾壓 對啦以前哪有聽你的 直接表決啦 直接表決 以前我們國民黨多數的時候 然後還說朝野協商 先休息來朝野協商 現在哪有 不要管啦 我必須要講韓國院長 真的已經很了不起了 他都是真的都按照 那個意識程序在走 但他還是得要承受 很多那種民進黨 就是說是院長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不中立啊 所以就講 我們常講的秀才遇到兵啊 怎麼辦 盡心扣啦 說都說不清 然後再來就是 清鳥的這個部分 因為大家也很好奇嘛 因為本來在前兩天的時候 這個民團這邊就講說 哎 清鳥們大家要回來了 我們19到21號 因為現在立法院在做審查 然後21號就要表決了嘛 所以就說那我們就 這三天好不好 大家按照身份證號的尾數 排班來做集結 就想說有需要這樣子嗎 已經要到用身份證號碼 來排班 我想現在是投票是不是 現在是在選舉期間 然後還要用這樣配票的方式嗎 很奇怪嘛 所以我就說 我想大家對於 不管是任何的人 或任何的團體 重視或是關注公共事務 都是好事 對 但是你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說真的 我常在講 民主政治有它的一個循環 為什麼它任期是四年一任 為什麼是三年一任 就是它 哎 好 你的救命義 如果到時候不被支持的 你自然就會換黨執政嘛 多數黨就會換人嘛 但是你現在一天到晚炒作 這樣的一個民粹 讓大家上街頭壓迫 所謂的這個待遺室 我說真的 這不是一個很健康的一個方式 當然或許你認為說 這個待遺室 跟你過去想的不一樣 那沒關係 你可以觀察它 是不是真的完全 沒有按照你的邏輯去做事 那你下次的投票 就可以用你的這個選票 來把它換掉嘛 當然或許你再極端一點 你認為說我等不到選 對 我覺得現在好像 有很多人有這種狀態 等不到沒關係 那至少也有罷免的程序 可以走嘛 對 這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一種 但是不是一天到晚上街頭 我說真的 整個國家社會百公百業 很多事情要做 那你說 當然關注公共事務很好 但是有沒有必要 這麼樣讓一個激進 我想作為民意代表 大家現在都非常重視 人民的聲音 你的表達 你的訴求 大家應該都聽到了 每一個選區的委員們 一定都聽到你們的訴求 那這樣的訴求 大家會去思考 去思索 在這個政策理念過程中 要不要做一個調整跟改變 符合多數眾人的利益嘛 而不是每天 我覺得說這樣子的 這樣一直上街頭 那如果真的哪一天 對立面的人也是號召上街頭 那真的整個國家社會 不就一直陷入在這樣的一個 對抗的一個漩渦當中嗎 絕對非人民之福啊 沒錯 沒錯 這邊有講這個網友 有個路人假說 很像當時領口罩 用身分證號碼分的感覺 還要分流呢 還要分流喔 大家不要這個擠站 因為他們民團可能想說 怕這個比較多一些上班族嘛 然後他們就開始鼓勵說 那因為接下來可能要類似 進入暑假期間了 然後說那鼓勵學生們趕快來 我覺得有時候是大家自願性的 而不是用這種好像 你要透過像這樣分配的方式啊 然後一直 現在可能不到情了啦 他們可能還不到情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議題夠好的話 你不用號召 那大家就上街頭了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 對大家的一個影響 或他對這個事情的認知的嚴重性 他自己會有一個判斷的一把尺 對啊 就像過去百萬紅山軍倒扁 那就是大家已經看不下去 全部都出來啦 你也不用號召人就那麼多啦 真的 所以我就說真的 就是還是我就覺得 我常講這些都是民主的一個程序 但是什麼樣的程序 是可以理性務實 讓整個國家社會是往前走 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每天這樣 這個每天這樣號召啊 什麼 然後就講說 那不是我們的人 但是至少他是支持你的理念的人吧 對 至少理念上相近啦 對啊 那至少是跟你理念相近 那你也可以換個方式嘛 沒關係 我們可以冷靜下來 我們看他們怎麼做 不行 我們有其他的反制方式 反正我們會複裔 會視線 你可以告訴大家了嘛 為什麼要讓大家一定要上街頭 給大家壓力去做改變呢 那就是一樣 也是另外某種程度的情勒不是嗎 也是啊 換了一個方向來情勒就對了 那因為今天這個 他們算是開了首場記者會 因為要號召請鳥回來嘛 所以就開了民團 就開了第一場記者會 然後後來就發現到 我最剛開始看新聞的時候 他們說現場大概只有50人而已 然後後來就看到其他新聞 然後你就說工作人員 不行 你不能這樣講 你講一講他就說是你號召來了 我說要被出征了 你算人太子他們就說 因為你說人少 所以我們人變多了 你不要反復 不能激將法 不能激將法 不要激 不要激 沒有 我沒有激將的意思 大家冷靜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就是 因為現在行政院都已經提複裔了 然後既然都已經進入審查階段 那行政院這邊很明白說 如果複裔好 藍白如果讓他不過的話 好 那我們最後就繼續走釋線 就我覺得他的流程其實都講出來 那我覺得大多有一些民眾 他可能就會覺得 那我再去街頭站幹嘛 不是都 不是 你政府你都已經排好 你政府都已經排好了 順序了 流程是什麼 你都告訴大家了 那我就交給政府做就好了 我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還要把我們人民當作活道具 然後叫我們上街在那邊參風露宿 風吹日曬雨淋 所以我就說 其實很多的民眾 我覺得這分兩個點 剛剛保證講中一個點 就是說如果整個政府 已經把他的一個 跟立法面 這個不同聲音的一個路線 已經告訴你 我會先提複裔 複裔如果你們維持原案 我必須照做 沒關係 我還是先 因為按照憲法程序 我還是得照做嘛 照做完之後 我就按照規定 一樣提大法官會議 來釋憲 要求問說 這個到底有沒有違反憲法的 憲政的一個規範 你已經把它告訴我 這第一個路徑 你已經告訴民眾了 第二個我還是必須強調就是說 這樣的一些事情 說真的 我記得好像也是前兩天 不是有個民意基金會 有個基金會講的嗎 說真正了解這一次 不管是國會改革 或是他們所稱的反民主 反擴權的一個內容 說真的認真實質 了解內容的人真的不多 所以你這個時候沒有共鳴感嘛 你沒有共鳴感 當然人就沒辦法上街頭嘛 你說哈哈擴權 你說他真的會去調查到一般人民嗎 我說真的 也沒有啊 這種東西是一個立法 或是說是政策制定一個 共鳴意見 誰會去立這樣的一個 莫名其妙擴權到 這個無以為負的這種法令 我說真的 這我認為有點嘗試 人都認為不可能 尤其現在在台灣這個社會當中 有的話早就天翻地覆了 誰來讓你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就是沒有共鳴感 所以或許大家這個參與的意願 就稍微低了一點 就可能或許就沒有像過去這麼高 好朋友們 你也有睡眠困擾嗎 推薦您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醫生菌 幫助您睡得好 美麗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組限量送隨行果汁機一入 送完為止 更可搭配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廠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618元 現在買最划算 再加100元就能夠超值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一起來快點購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經驗吧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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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